陳偉業議員 這個公務工程 發展局就相對很少 運輸方面是離譜到無論的 但是這個發展方面的情況 都是令人困擾的 剛才上一節我問 為什麼防委會又沒有超支呢? 我遲些再追回它的細節 我們早前訪問Science Park的時候 他建了很多東西 他都說他控制到沒有什麼超支 跟這個運防局是很大差異的 在公務工程方面 所以究竟為什麼有些法定機構可以沒有超支 為什麼有些情況的超支是離譜的歷史之序 而往往超支和得益的 就是中支的成建商 所以一定要抽絲剝繭 尋根問底 是找出成因 是吧 開始的時候可能有人放水喉 特意放水 我未必一定是發展局 我不知道哪一個開始 做開一條人 嘩!就一條龍服務 接駁下去 跟著你出現的問題 剛才局長說得很對 那些海沙就不是你的 是張炳良的 你一旦要趕工程的時候 你就特別放水了 下下工程都說迫 又說有時間性的需要 一遲一年的話 就說經濟損失人不知多少億 荒謬絕倫的這些說法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局長在你領導之下 看回 我都提過很多次的了 你統籌 因為以前是發展局統籌的 你統籌整體來說 全香港的工程 包括私人發展商 過去做了一些 你一年保留大約1500到1600億 不要過1700億 即是你要跟你的同事 再計算 現時香港的人力市場 究竟可以承擔多少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拉布拉了你 令到工程延遲 是舒緩了你的工程壓力的 有些議員抹大家口裡 亂這麼吠 亂這麼說 又說什麼 沒有公開廢話來的 你現在小極都1500到1600億 一年 就算我們拖多你幾十億 是吧 或者拖你百多二百億 都是令到整體工程 不要繼續爆 我現在是 不是說這個沒有公開 是減少那個工程超標的壓力 所以我希望局長 你和你的同事 一間簡單的回應 你現在是現時 你估計每年 香港正常地 在沒有輸入外露情況之下 你可以承擔千多億 以前有講過 大約1500、16億 整體公務工程 當然要看工程項目 因為有時有些大型工程 可能是物料價高過人工 但整體來說 有個平均數 希望你可以控制到那個項目 以及能否統籌到 令到整體方面 私人機構你不可以 但公務工程你可以 那你內部透過協調 做不做到 以及可以控制到在多少億呢 各國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陳偉業議員的提問 主席就住公務工程 實際上政府內部有個機制 正如各位議員都所知 就是在這個機制裏面 不同的項目 爭取資源去排隊 所以我們估計一年公務工程 大概是700億這個水平左右 根據建築議會的測算 如果是連埋私營的 和其他工程 整體香港一年的工程額 現在大概是2000億左右 這個價值 就比剛才陳議員所提的 167億就高一些 但中間那個會不會有個時差的價值 這個就未調整 在這裏 目前來說 我們估計在未來幾年 以我們房屋供應的目標 以土地供應的目標來說 大概維持公務工程 700億780億水平 整體2000億水平 都是未來的一個情況 就住勞工那方面 當然一方面是盡量配… 我也要警告你 如果你只要維持2000億 你會不會連包公 連連這個超支的情況 我覺得你難以控制 你一定有一個援急 還有一個控制的數字 因為你過去幾年 維持2000億 這樣會不會爆 你不可以繼續爆 連續爆 我們拖了你兩三年 當然是好少少的 今年上來 你剛才議書長所說 你相對於那個超支的壓力 你相對於舒緩了些 你一定要看著這個數字 如果不是的話 你跟著那個爆的情況 我相信是令到市民覺得 你頭那幾年你不知道 當時你不再坐 你不在這個位 你現在看著這個文法 你要確保位 你不要去到2000 你1700、1800 你不去到1900 你不可以繼續下去 你不知八 好 時間到了 胡志偉議員